房屋被炸到只剩斷源殘壁 消防人員急忙撲滅火勢 俄羅斯10日對烏克蘭東北部第二大臣 哈爾科夫發動地面攻勢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表示 整個前線都在激戰 烏克蘭正向哈爾科夫派遣增援部隊 然而烏克蘭要面對的不只有外患 還有內憂 泽倫斯基在9日宣布解除 烏克蘭國家衛隊負責人魯德的職務 因為稍早烏克蘭國家安全局表示 有兩名國家衛隊的上校被俄羅斯吸收 涉嫌參與暗殺泽倫斯基的計畫 而在俄羅斯加大火力攻擊之際 美國又再次宣布對烏克蘭 新增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美國不到三週內第三度軍援烏克蘭 對此澤倫斯基表示 這是非常重要的支援 自俄軍進攻烏克蘭以來 美國已經提供烏克蘭超過440億美元的 軍事和安全援助 希望烏克蘭能夠挺過俄羅斯的五行炮火 華語新聞陳遠華綜合報導 Livian7글 卡蘭 尼華綜合 打開